大家好,我是JY 今天來聊台灣連續20年都配息1.5元以上的公司 配息也是超級穩定 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正威 公司簡介正威全名為正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6年 在1999年上市 早期以生產連接器及連接線產品起家 其後發展至今包括電源管理及人員模組 並以原生到無線通訊及光學產品 限為3C產品用之線染連接器、通信連接器、電池模組 及電源管理模組之國內生產大廠 產品項目主要分為三大類 分別為3C零組件、系統產品、通路產品 產品項目主要包括線染連接器、 包含USB連接線、消費性電子產品、應用之傳輸線、Data Cambo 通訊連接器、手機網路周邊設備之連接器、電池模組、應用手機及NB 電源管理模組、不斷電系統、不斷電系統、3C產品、電源供應器 其他包含Apple專賣電、遊戲機搖桿、藍牙耳機等 營收比重3C零組件、配件佔38% 系統周邊和其他 電池控制模組、主動元件、被動元件、PCB等佔42% 通路事業佔20% 體質檢視、正威的負債比例是65% 標準是要低於50%以下 從財報上來看 短期借款是63億、佔7% 其他應付款是52億、佔6% 應付公司債是66億、佔8% 還有其他等等 這些都是佔比較小的 都是在10%以下 來看一下佔比較大的部分 是應付賬款173億、佔20% 正威的應付賬款之平均付款期間為 60天到120天 平均收限天數是55天至60天 一般而言公司規模越強大、溢價能力越強 應付賬款之平均付款期間的天數也會越長 也就是先進貨、加工銷售後再還欠款 如果平均收限天數能小於平均付款天數 這種就是近乎零成本的銷售模式負債 所以算是好債 再來看到正威的長期借款是132億 佔了16% 這部分有銀行信用借款 裡面含有財務承諾及無財務承諾 可以看到有正威、永威、威強、禁永、光耀、深威、付威人員等的借款 另一部分是銀行擔保借款 是付威人員及光耀 最後一部分是中長期連貸借款 長期借款的明細部分 可以看到是跟很多家銀行都有借貸 有瑞稅、玉山、國泰智華、興展、第一銀行等等 幾乎國內的各大銀行都有借錢給正威 而正威借了這麼多錢 主要用途就是用在投資 可以看到正威投資的公司有很多 可以看到有1頁、2頁、3頁、4頁、5頁、6頁、共6頁這麼多 投資這麼多家公司當然需要很多很龐大的資金 另外還有一部分是用來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 正威的長期借款 基本上是用來投資子公司及擴廠的設備資金 因此可以知道正威的高負債有三分之一是屬於好債 也有將近四分之一是用來投資的 所以代表正威的公司經營上的能力是很不錯的 整體而言正威除了高負債以外 體質都是沒有問題的 獲利能力 正威從1999年上市以來 每一年都是賺錢的 獲利最差的年度是在2018年 EPS是1.2元 在2016年到2018年 是正威營運的谷底 獲利都是不到3元的 但是在近兩年是恢復了成長動能 EPS都有在4元以上 正威在去年2020年 全年營業收入是895.5億 是下滑了8.53% 毛利率是10.91% 較2019年是微幅的增加 累計前年稅後淨率是19.67億 EPS是4.06元 是創下2014年以後的吃高 今年2021年1月 營業收入是85.7億 是較去年同月大幅成長的39% 2月營業收入是49.6億 是較去年同月大幅成長的36% 是創下近幾年同月的新高 由於宅經濟需求強勁 今年第一季的業績 渴望優於去年的同期 正威的主要業務包含 連接器、電競、遊戲機搖桿、配件等產品 兩輪電動車、自行車與滑板車 之組裝等系統產品以及通路等等 正威近幾年進行產品線的自動化 並積極朝高毛利率產品佈局 讓近兩年的獲利能力是大幅的提升了 正威自行預估今年 零組件、系統產品及通路需求 表現真是不錯的 其中車用部分產品包括 電動車用各項模組產品 動力電池、軟板、充電裝、連接器及控制模組等 以及二輪電動車、自行車與滑板車之組裝 預估今年佔比有機會達到10% 今年的業績也渴望比去年更好 有機會較去年成長兩位數以上 在宅經濟的帶動之下 筆電及平板之需求也將持續提升 而iPhone熱潮之效益可編繫至2020年第二季 整體營運獲利都是呈現成長的狀態 股利政策 連續25年配發股利 合計發出57.07元 正威從2000年以後 是至少連續配發1.5元以上的股利 配息也是超級的穩定 是一家優質發放股利的好公司 在2013年以前都是有配發股票股利的 股本膨脹相對的也稀釋獲利 從2013年以後都是改發現金股利 而今年的股利是已經公佈了 是配發現金2.5元 以3月26日收盤價48.35元計算 現金殖利率大約是5.17% 算是還可以接受 股價評估 正威的便宜價為34元 合理價為45元 昂貴價為65元 從近10年正威的股利發放紀錄來看 最低是發放現金1.5元 最高是3元 用期望殖利率來推估股價 以今年配發的股利2.5元現金計算 4%殖利率股價是62.5元 6%殖利率股價是41.65元 如果以配發最好的年度 3元現金計算 4%殖利率股價是75元 6%殖利率股價是50元 以配發最差年度1.5元現金計算 4%殖利率股價是37.5元 6%殖利率股價是25元 在2014年配發現金3元 最高價是67.7元 最低價是45.85元 在2019年配發1.5元現金 最高價是48.4元 最低價是22.15元 如果以期待的6%殖利率推估 是有機會買到相對比較低的價格 而近三年的相對高點 都是出現在50元以上 而2020年是比較特殊的一年 是因為遇到新冠肺炎 當然如果你是短線操作 布林股息 就可以不用看這麼多了 單純就看技術分析就好了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